这是CBI1000SP版本 江苏大哥跑赛到用了 根据大哥介绍我的情况是 这个车那边的师傅是全部拆完发动机 拆散了重新装起来 但是有个钢部工作就是缺钢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弄 就是弄过来全新拆散 检查一遍 把问题找出来 继续着隐藏的小朋友 谢谢他 《品牌》 2人 五位 3 4 3 看到这个红色的蜜蜂胶 我现在理解大哥 为什么叫我们拆了 之前我就说过 但凡是用这种红色的蜜蜂胶 这种发动机没有一个是好的 拆开就发现了 这个是人为摔过的 这个地方是那个师傅 他到底是没有发现的 还说发现的不处理 中间的这几颗螺丝都是有铜电的 但是有好几颗都是没有电片的 这个没有 这边这两个也没有 这个红色蜜蜂胶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用红色呢 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这个发动机是修过的吗 这蜜蜂胶打太多了 敲不敲不动 刚修的发动机找不过车而已 就是这么脏了 这个问题是找到了 但是这个错误发太低级了 这个油环都歪了 应该是装不进去墙杀印去的 这边这个油环口也是歪了一点点 都说强烈的瓜不甜 这个墙杀印去的油环也不咋的呀 检查到中钢钢套的时候 发现有两个钢套都有指甲盖大小的缝 我的天哪兄弟 你这个是跑赛道用的 能不能严肃一点 把这些东西小毛病都挑出来 这个东西可不是开玩乐的 先把问题告诉大哥吧 看他怎么处理了 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讲 我怕他为难那个师傅 它是P版的CBI签 跟大哥说了问题之后 大哥通过自己的渠道 购买了原厂配件 拉利曼中心 装设前先把之前的 所有红色密封胶清理干净 再用超声波 把所有的零件清洗干净 把之前挖的环换掉 然后注意一下活塞 基本OK没问题 本来师傅装车是要带手套的 但是我让他把它扔了 为什么要扔 我跟他说你装这个东西是从头装到脚 人家厂家都不一样 人家厂家只是一个工位装一个零件 比如说这个负责装曲轴 那个负责装身体 它们是不干联的 所以说人家手套是很干净的 但是你这里不一样 你这里的话从头装到脚 接触各方面的零件啊 工具啊 它肯定多说稍稍会有点灰尘 手套脏了 你感觉不出来 也没有手感 用手装的话 是说有一点点那个灰尘 你都可以感觉出来 可以洗掉 还有装的时候 各方面感觉比较灵活 所以说我们要把手套用了 敏感的扭矩需要打40流 这几个小腰椎啊 必须要装上 不然的话就会高转拉瓦 记不住的话 你点个赞收藏一下 后面知道 很多人说你都不打蜜蜂胶的 这样不漏油的吗 对呀 师傅打在蜜蜂胶 都是打在这一边 所以说你平常看不到 上下箱体需要把的扭矩是调到35流 之前的中干油问题 大哥买了一个 现在给它换进去 成本比较大 刚头的螺丝扭矩就需要比较大一点 需要45流 对证实不会的话 建议把这个画面收藏一下 反复多看紫色就会了 同一种机 外面有三四个价钱 好不好 你用起来就知道了 听马达声都感觉非常的beautiful 观世音乐将就听一下 之前摔过的看头处理过了 现在还是要打一下木层胶 不拍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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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扭矩 用来一个全套的扭矩 发动机掉下螺丝 打60秒 看轨 简单的给它调个平衡 装好外壳 剩下的动力实力电脑数据 让它回去自己调性了 它那边有电脑 感谢观看